花莲纵骨飙高温 尤其南区的玉里瑞穗地区 气温更是飙迫40度 就算泡水也难解暑热 瑞穗乡齐美部落一名蒋姓男子 在秀古鸾溪 细水仪式纵暑昏迷 情况危急 齐美派出所的远警 立刻开着警车 沿着瑞港公路一路鸣笛 在半途4公里处与消防救护车接驳 火速送医 库下气温飙迫40度 齐美村民报案 一名蒋姓男子在秀古鸾 洗细水 中暑昏迷 情况危急 派出所远警是即刻出动救援 警方从秦美村沿着瑞港公路三路 一路鸣笛 在4点多公里处 和前来接幅的消防救护车碰头 并且将中暑的蒋姓男子火速送医救治 接过民众到所求助 表示其指 疑似中暑昏迷 需要紧急送医 因情况紧急 本所立即太浅巡逻车 民敌护送 并同时联系救护车 于瑞港公路汇车时接驳 以缩短送医时间 在警销人员无缝接轨相互配合支援下 顺利将中暑昏迷的蒋姓男子从瑞港公路 一路护送接驳到20公里外的玉里荣民医院 经过医护人员救治后 蒋姓男子顺利脱离险境 生命并无大碍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